你想不想讓我好色 是 合皮留意 整年沒見 歡迎大家收看《劇海明燈》 我是你們的劇透師 哥敦哥哥 蕭飛翁 大家好 我是你們的劇透師 梓欣 抱歉 想吃點藥嗎 沒事 吃點舉藥 《丫鬟大聯盟》這部劇 果然是一套超級英雄片 為甚麼 因為我看到裡面沒有那些 就是那些瓮瓮焦焦的 古裝片是很難瓮焦焦的 你說很合理 我當然是合理 一群丫鬟 又幫一個老丫鬟 結婦製品幫她開店 還不是超級英雄片 是甚麼呢 為甚麼是英雄片 你覺得要蹦蹦焦焦才是英雄片 5 4 3 2 你說是怎樣 我最喜歡這個答案 你也覺得是吧 我沒有逼你 舒服嗎 我否決不了你 你否決不了我 那舒不舒服 舒服 舒服 好 我們馬上重溫一下 《丫鬟大聯盟》的精彩劇情 首先我們看到第一集 說到湯樂文表演的鐵砂獎 我都說是超級英雄片 她的異能就是鐵砂獎 越難越愛碰到 就一杯都扔了 但是湯樂文 她的對手 甚麼構造呢 可以這麼久熱 我覺得做丫鬟 對手 是很重要的 是 我覺得是必須 因為她要用來服侍 老爺和貪貪 會不會每一個人類 對手都是必須的 對手 那你做丫鬟 對手 雙手是很重要的 是 那你可以有空 可以幫一下 按一下肩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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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用雙手 拍得一流 一流 我是老爺 我是老爺請她 如果你是老爺就請她 我覺得老爺鄭子誠 一定有陰謀 就是看中湯樂文美女 所以才請她 但是也是 絕對肯定是 湯樂文有鐵沙獎的異能 我很期待每一個丫鬟 都有其他不同的異能 這樣就可以 吃 吃 吃 為什麼嘔喝 你不喝什麼 我想感受一下湯樂文 你想感受一下湯樂文 怎樣拿 很熱嗎 不熱 不熱 OK 好 接下來跟大家重溫的 就是第四集的劇情 湯樂文強行加入丫鬟大聯盟 何止是超級英雄片 簡直是古裝版的CIA間諜片 原來 什麼 你說到湯樂文好像很特地 要強行 但我覺得它不是那麼簡單 有陰謀的 原來有陰謀的 不單是老爺鄭子誠 原來湯樂文也有陰謀 一開始就裝得自己很順 很精 很乖乖乖乖 原來 它加入這個丫鬟大聯盟 我覺得它絕對有陰謀 有什麼陰謀 我覺得它是臥底 臥底 我覺得總之 不是那麼簡單 它加入去 為什麼不做金手指呢 就是它要加入這個組織 去收集證據 然後最後才把整個丫鬟大聯盟炒起 其他就是螳螂報仇 它就黃著在後 這個意思 你給我拋書包 我只懂這些 你只懂這些 不是 我覺得你懂很多 不過這樣說 在現金社會 這套是古裝的 如果在現金社會 這樣做 同謀合污 其實是犯法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這樣做 我沒有學 好 來到劇透大主線 話說 有陰謀的紫誠 老爺就要娶三太 衝起一下 大熱門人選 就有1號的湯樂文 2號的黃心榮 你覺得他會娶誰呢 如果我是老爺 我覺得很難選 一個就是溫柔軟族 對手呢 對手呢 又夠正 對手又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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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黃心榮已經有服侍了很多年 你都明白了 如果你是做老闆的話 底下那些年 你都不可能升過新人 又不升過舊 其他的同事 其他的丫鬟會不開心 但是他 服侍了他這麼多年 可能會厭 會不會呢 就是要服一下文心 底下那麼多人 你肯定 我比老婆 為何要服下人 其他丫鬟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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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丫鬟就不服氣 那會怎樣 會打他嗎 那就是很難選的原因 所以我就是很難選 那你兩個選一個 你難不難選 兩個選一個 我真的選不到 兩個都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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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終於答到我心裡的一句 我是老爺都兩個都儲了 對 對 還給我選了波姐 真的 娶四太 娶四太 5、6、7、8、9都可以 不過 娶完兩個之後 就會變成了什麼劇 你知道嗎 綠頂忌 為何會有綠頂忌呢 為何會有綠頂忌呢 一哭多妻不是綠頂忌嗎 娶完全部都是綠頂忌 那是什麼 所以你偉小寶有七個老婆 你覺得娶完就會變成綠頂忌 裡面有多少個女生 真是舒服的位小寶 舒服的位小寶 舒服的位小寶 那老爺 老爺會不會 會不會吃不消 老爺 老爺年紀都不年輕了 那就搞不定了 帶給 帶給誰 帶給兒子 那會不會 那會不會紅永成 會不會不太高興 那些女生給老爺 全部吃光 老爺 留點來 老爺 老爺就 老爺試過才知道哪些 正 你又是 兒子 好像留些遺產給你 哦 就留些女生的東西 老爺試過了 兒子 給你 不要這樣 我完全表露了你 我不是這個意思 你這樣也不是這個意思 我不是這個意思 你真的很開放 好吧 我們馬上去解答一下 很期待你解答一下 今天我們網民的問題 第一條 他問為什麼 好像套套劇也有熊永成 熊永成 對 你知道哪個熊永成嗎 我知道 我有看他的 你有看他的 不過你正一點 我正一點 對 熊永成做那套 那套奉契好嗎 我也沒有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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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有看 那套套都是熊永成 其實有 是不是 多功能老婆 之前 現在鴉環大聯盟 接下來這個黃金有罪 都是有熊永成 會不會體驗了它 我 如果我作為女性觀眾 我一定會覺得不厭 我想一下 多功能老婆 我可以幻想 你幻想什麼 她是我的另一半 然後這套 又幻想一下 她是我的老爺 我覺得很棒 熊永成 Super 不如你有空也 看你上來 Super 你周柏豪有Super 熊永成有Super 那我貪心 每個人都很棒 都很棒 不過都是你最棒 哇 你感覺到我的求生肉嗎 我感覺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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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感覺到求生肉嗎 很強 好 第二 問題還來 很強 對 鄭展成 是否只能飾演 一是色情人 一是奸商 為何她的聲音這麼靜氣 和樣子這麼大對比 你又如何解答這位朋友 你意思是說 你情人的樣子很灰索 不是 我沒有這麼說 那這聲音漂亮 和她做很多陰謀的事 是 你想說沒有關係 是沒有喜歡的 真的沒有關係 因為她很性感地騙人 很性感地騙人 你可以示範一次嗎 你的音樂情人 還有你想不想讓我好色 是一樣的 那你說她就沒有色情人 或者是奸商 我覺得是沒有問題的 是嗎 各位聽眾 是 我真的說不到了 是嗎 難怪真的要鄭展成 才能做到 好了 今集的劇海明燈 就斬高一段落 希望下集可以見到大家 如果你們有問題的話 歡迎可以留言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我們下集再見